装饰房屋,采购年货,参加邻居家的家庭聚会,体验包桃圆,炸春卷。 来自上海市闽杭区华桃镇国际社区的养居民欧阳义春节前很充实。 临近中国农历春节,年味建农,欧阳义和其他养居民也一同参与到有温度有味道的中国年活动中, 开启属于他们的花样中国年。 我们在学习包各种各样的东西,像那个春卷啊,汤圆啊,还有那个饺子啊。 市场是很有气氛,我很喜欢可以去跟那边的卖菜的,可以交流了,交流了,对对对,还蛮好的,很有亲切感。 来自加拿大的Carolina Pack还记得第一次被邀请到朋友家过春节的场景。 就地过年的洋居民们除了品尝美食,还通过服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。 Carolina Pack喜欢中国设计,看到社区春节期间西袍秀招募立马报了名。 如今,旗袍是Carolina Pack的必被穿搭。 我必须说,我真的很喜欢中国风格,我真的很喜欢装饰衣服,我喜欢风格和设计, 我喜欢旗袍和斜线,我认为它是很漂亮的装衣服,每个人都可以穿在哪里。 参与社区搭台活动的同时,这些洋居民也有很多自选动作。 来自美国的Joe Alexander也第一次留户过年,他把祝福穿在身上, 参与设计了印花牛年T恤,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春节。 参与春节庆祝活动的同时,安全也是这些洋居民提及的高频词。 我可以告诉你,我真的愉快在这里,因为我真的感到安全地在中国。 我们这里有一个平常的生活,我们可以做到最好的我们想要, 但这不是世界上的情况。 它是安全地留在这里,保持我们的家庭安全,保持我们的家庭安全,保持其他人安全地保持我们。 所以,有很多需要在上海,所以我们会找到什么需要在上海的地方。 国际社区让旧地过年的洋居民们不只是参与到新春活动争, 更让他们成为主角,解锁花样中国年。 拥有11个国际型小区,居住户数近3000户,外籍人士近6000人, 涉及7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曹镇,以发展成为上海有代表性的国际社区。 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选择来这里工作、生活。